国际拼联公布了六大劲敌 除了张本志和跟Ethermason二人能够去冲击国拼 背后还有着四名核心的竞争对手 到底是谁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阿信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下以下的四个点 首先是第一个点 其中国际拼联 根据了现在的排位跟过去的比赛 到底哪些球员能够去冲击我们国拼的主力选手 无论是我们国拼的女拼队伍孟沙鱼也好 还有男拼队伍包括了小胖 以及王楚清周启豪等人也好 实力都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在国际赛场上 除了我们国拼选手 另外还包括了日本队 韩国队 德国 等欧美的战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国拼能否说照样可以包囊比赛的冠军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首先要了解到 有两名选手呢 铁定就是我们国拼的核心竞争主力选手了 这两名选手 分别就是女拼的伊藤美成 还有男拼的张本志和 而且也是一直以来都是纷纷表示到 想要去击败我们国拼去拿到比赛冠军 尤其是伊藤美成 伊藤美成在过去的奥运会 还有之前一系列的世界杯跟年终的总决赛 他都纷纷表示到要去击败 顺杀陈梦等人拿到冠军 那么到了四拼赛 11月底的这场比赛 那么其中伊藤美成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肯定了 他的目标就是要去击败我们国拼的选手去赌冠 从中可以了解到伊藤美成 真的很值得我们国拼队去研究跟重视的 因为他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每天都会有新的方式跟打法 尤其是他的发球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 另外还有第二点 那就是男拼队的张本志和 张本志和在过去 他能够去击败包括了马龙还有仿正东 唯独没有击败过我们国拼的许心 许心能够八年胜张本志和 稳妥妥的张本志和大克星 但是本届的四拼赛 许心他没有双赛 他回去陪伴家人了 所以说许心不双赛 那么剩下来只有房建东王楚清等人去双赛了 张本志和在过去是击败过我们国拼的其他主力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重视张本志和 这名日本乒乓球队的男拼选手 然后呢我们再来聊到第三个点 剩下来还有四名强大的竞争对手到底是谁 女拼的队伍呢就非常明确了 包括了接下来 日本乒乓球队呢还有一位非常年轻 曾经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平野梅雨 同样啊想要去仿潮我们国拼 不断的去修炼他的球技的 另外还有包括了销球选手的航拼主力 也就是徐校园 徐校园呢他是打销球非常有益手的 那么陈梦一旦面对着韩国的徐校园 能否去击败他真的挑战很大 最后就是第四点 那就是狼拼的选手 狼子乒乓球队的选手呢 包括了奥夏洛夫还有波尔这两名球员 奥夏洛夫啊 他在面对马龙在奥运会的比赛 达到棒决赛的时候 还差一点去击败了我们国拼的马龙 所以说啊 奥夏洛夫这名德国的选手必须要引起重视 另外还有波尔 这名40岁的球员 同样呢是非常有益手的 综合对比来看呢 那么对接下来的比赛挑战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具备信心去包揽 男拼跟女拼比赛的冠军 我个人比较认同 大家是否支持国拼的度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最后也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